大家好我是旭哥渦卡安 歡迎收看旭哥羅密薩的冒險 復活學生RS冒險 那今天來做一下最新的角色戰力分析 今天做的角色相信大家都很期待 就是這個 SS層組啊 那這個層組旭哥練到RANK是50等 然後今天來做一下他的實測 那現在旭哥的角色RANK玩家資訊 RANK是744等 總戰力2436464 2436464 好像是一個敏感的數字啊 哈哈哈哈 都在這裡沒有那個中國的玩家 好啦 不開玩笑我們就直接開始了 做一下那個 我先進入角色的那個 資訊 首先呢這個陳竹 陳竹 看一下 陳竹你跑哪去了 在這邊 陳竹的名字很長啊 陳竹的名字叫做 奧爾羅瓦豬 那陳竹呢就是還蠻霸氣的 但是我覺得他的角怎麼那麼細啊 那他是蠻霸氣的 他也蠻好用的 他指甲也蠻長的啊這個 他現在 巨哥把他佔領到9267 然後風格LV是50等 然後他在第38級和第46級的時候都加自力啊 所以他的自力加成蠻多的 然後前面也有加精神 所以他主要是在加精神和自力 38級自力加446 自力加5 加很多啊 所以他的自力加成值是這樣 我們看一下他的風格LV的自力加成 他的自力加成 加真的很兇啊 加96%然後再加15 然後精神是加84%加13 所以這兩個都是蠻不錯的 然後他體力加成值也蠻不錯的 78%再加5 所以你可以把他當作是一個坦來用 他是他的定位其實蠻有趣的 我是把他擺在前返當坦 因為他可以反擊 然後可以減傷 所以這隻角色很有趣就是 他雖然是使用 帳啊自力型的角色 但是你可以把他當作一個坦來使用 就是把他擺在前排 那等一下我會實測給大家看 看他怎麼用 好第一招 這個魔風呢 威迪然後BP2我有覺醒過 覺醒一次 BP2 然後斬加1 那我建議大家都要這三招 他的招式盡量都是可以把他覺醒滿 然後這個RANK練到99等 這招還不錯 帶雙屬性的 威力2就有 呃 BP2就有威力低 然後又帶雙屬性 櫻加斬 還不錯 然後第二招黑眼是櫻加樂 覺醒兩次之後 威力是BP BP是5 威力是B 然後RANK99 然後這招還附帶一個挑釁的狀態 那這個挑釁呢 跟陳主的被動技能剛好可以搭在一起 然後等下再一起講 好 那第三招三位寵機 威力A 然後練到RANK4 這招比較難練 我前面兩招練到99 這招稍微難練了一點 然後BP13 這招是全體方全體英家人的攻擊 然後打中的話可以造成這個睡眠的狀態 機率小 效果是回合 那我們看一下 他的這個呢就是 被動技能組第一招寵愛 收到攻擊時 對直接攻擊減少 承受的傷害 就是他可以直接攻擊的話可以減少成功 並且呢他可以使用三位寵機 就是這個第三招 以RANK1狀態呢來發動 進行環境機率大 那這招的話就是 跟他的第二招黑炎也可以就是 接在一起 因為黑炎會進入挑釁狀態嘛 挑釁的話他就比較容易被打到 比較容易被打到的話就比較容易反擊 所以他就是可以跟寵愛 黑炎跟寵愛也可以接在一起 然後放的時候又會用這個三位寵機的RANK1的 威力來放 其實蠻不錯的 因為這招其實 打起來是有點痛 然後再加上他有睡眠的效果 所以我覺得很優秀啦 這隻城主蠻優秀 比我想要之後還更好用 第二招逆境的攻防HP非全滿 造成傷害上升效果大 並減少承受的傷害 那這個也是很優秀 因為 他可以就是 擺在前排當坦的話 畢竟 這樣的話 他的血應該是 很難維持全滿啦 所以這時候就可以發揮他的傷害上升效果大 的這個 特質並且呢 他還可以減少傷害 承受傷害 所以他基本上就把他當作一個坦來用啦 這蠻好用的很好用 就是你把他擺在前排就對了這一隻 然後他 他被打他傷害也會上升 所以很優秀 好那第三個是精神亢奮5 常做傷害上升效果特大 第五 第五節目前應該他是第四個吧 前面就是綠毛啊 然後妹妹還有那個 哈爾札 是哈爾札嗎 我看一下 喔米爾札不是哈爾札 米爾札 就目前就這四隻吧印象中 好那我們就直接進入實戰測試 我們來實戰用看 我為什麼會講哈爾札 用哈里特 我常用哈里特然後 跟米爾札 那我們就直接打 一樣打2-1-1比較快 來實測一下 然後這個陣型呢 我們就用這個 就是 威力增 不是威力增幅 神主那個 靈氣流 靈氣流然後 把這個神主擺在第一位 盡量讓他就是能夠被打到反擊 然後其他就是把一些我要練的角色 像是人魚啊 像是 愛博特 然後 Judy 還有 魔龍宮 好那我們就開始實測 只剩下的角色只是我想要來練一下實測了 練一下而已啦 主要還是實測的對象就是這個 成竹 好 進入戰鬥 好 Judy放招 好之後可以來實測一下Judy 水滴 啊 陳主他的那個 招式打起來就是還不錯 但是他他等一下因為他 沒有放他等一下可以放他的大招 三位寵姬可以放得出來 應該可以 假如這邊沒有被打死的話 三位寵姬要出來 各位看一下三位寵姬的威力 全體打一萬多然後附帶睡眠有沒有很猛 剛才打一萬八千多然後還帶睡眠這個效果很不錯很優秀 王者之間 魔風魔風打七千七百多也是很優秀這招 BP只要花二而已喔 這是很優秀的有沒有刷起來其實蠻快的 我們再來刷一次 三位寵姬 因為陳主他有一個 比較大的缺點大家比較會講就是他的速度稍微慢一點 但是他這個也算是 優點就是他可以 讓他慢一點放出來的話他可以放出三位寵姬 他比較叫人就是常會 講的點就是他的速度稍微比較慢 你看像艾伯特放完之後 陳主在第二回合就一定會放三位寵姬 這樣也好啦 讓他練一下 其實陳主真的還蠻優秀的 所以我覺得練到50等是OK的 大家有金碎片就把他練到50等 三位寵姬 三位寵姬我們看一下 打17000多還帶睡眠效果 還有睡眠但他已經被打死了 魔風8600多 好那我們等一下 我們去打那個鴨之戰來實測一下 很優秀的角色 最主要是他 沒有被打到我是想要實測一下他被打到的反擊 我們來實測一下鴨之戰 這隊就是我最近在練的 因為我已經很多角色都練到滿練不上去 所以我就只好練這隊就是比較少在用 陳主是順便練一下 然後這隊剛好可以玩零氣流啦 要不然我平常很少在玩零氣流 黑炎9700多 你們看出來黑炎其實也蠻痛的 而且他沒有WICK WICK可以打到 都可以破萬嘛 都可以打到1萬多 比較麻煩的是 他們有被打到 我是蠻希望他被打一下然後來 看一下他的那個反擊的威力 因為這個要可遇不可求啦 看運氣 有時候清太快的話就是他比較不會被打到 喔有他被反到 沒有反擊 反擊了反擊了 有沒有他用三位寵器來反擊了 反擊了各位三位封切 有沒有 反擊之後他就帶睡眠啦 各位有實測到了 實在要反擊了 反擊的時候他用三位寵器還蠻優秀的 然後可以讓敵方的怪帶睡眠的效果 所以擺在前排因為這個陣型擺在前排是他會挑釁然後比較容易反擊 所以基本上就是把他擺在前排他是一個 就是 蠻有趣的坦啊 魔法坦 魔法坦好不好 那這個層組蠻優秀的 今天這50等啊 看出他傷害值啊各方面都很優秀 好那我們就 今天實測錄到這邊 有錄出來了這個層組很優秀 那我們就下一集見了 智力你看智力加成真的很不錯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